买点日本的东西 没有闲着 在着陆克的巴士 遍及东京银座等卖场 陆克们几乎是拿着行李箱来装 今年春节近45万的陆克 前进日本 工墙马桶盖 电锅等名声用品 让日本人见识到 何谓有钱就是任性 陆克复日扫货 陆克复日扫货 让马桶盖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 也意外成为大陆两会 这次的热议焦点 从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到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各级人大代表 都对陆克封抢马桶盖现象 做出回应 因为我们中国的消息者 一直有这种脑子里面 有这么一个观念 好像是国外的月亮 比国内的月亮要圆 我们消费者也 可以比这个习惯 要确定一些自信心 事实上大陆民众的海外消费力惊人 已经让国际社会瞩目 根据最新出炉的数字 大陆2014年境外的消费总额 更首度突破1兆人民币 约5兆元台币大关 这金额足以盖86栋台北101大楼 形成这样的一个境外消费 是成因是多种的 我想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价格的差价 那么初步的分析 形成这种价格的比较大的悬殊 导致境外采购 境外消费迅速的增加 大陆商务部长高虎晨7号 在人大记者会上 特别强调大陆民众 封抢民生用品的主因 除了大陆境内产品的消费税较高 及流通的成本过高之外 还有外商在大陆的定价政策 都使得陆客转往海外购买的意愿 大幅增加 不过尴尬的是 在日本造成陆客封抢的马桶盖 被发现有一大部分 根本是Made in China 让大陆官方也开始检讨 所谓大陆制造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记得综合报导